而今天早上民進黨基隆市議會黨團以及民進黨市長候選人林宥昌就一起在市議會召開記者會呼籲市民換人換黨做市長 針對議長黃錦泰涉及為建商關說案民進黨基隆市議會黨團抨擊國民黨在基隆的執政表現已經爛到底 下一屆市長選舉呼籲基隆選民換黨換人做市長 這幾年國民黨在基隆的執政表現已經爛到底 國民黨在基隆執政是我們基隆人的不幸 我為什麼這麼講呢 從許財利 張總統 現在的議長 三個人都有出了問題 所謂是基隆人的不幸 黃錦泰議長已經得到國民黨的提名 那基隆市的市民同胞應該在這一次的市長選舉 應該已經有好幾次的經驗 我們不能再讓基隆市爛下去 應該不要再投給這個爛黨 不要再投給爛黨 應該是換黨換人做看看 基隆市民主政治很令人心痛跟沉重以及遺憾的一天 那在這邊作為民進黨基隆市黨部的主委 也呼籲我們基隆市所有的市民 請你仔細的思索看看 在年底選舉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必須要重新來換一個新的黨 換新黨新人來做 不要再讓這種基隆市府 基隆市議會被檢調單位聯合縮索 這樣的事情不要再讓它發生 也讓基隆市的政治能夠開始有清明的那麼一天 民進黨基隆市長候選人林又昌則表示 清廉是擔任市長最重要的事 議長黃錦泰發生這麼嚴重的瑕疵 相信社會自有公斷 那我認為清廉是擔任一個市長最重要 也是最基本的一個條件 那很遺憾現在選戰才剛要開始而已 那黃議長就涉入這樣的一個土地案件 那我個人覺得非常的遺憾 那我覺得這也是對所有基隆市民 非常羞辱非常沉重的一天 那很多人問到有關於選舉的這個選戰的一個評估 我也在這邊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回應 我認為黃議長他現在發生這麼嚴重的一個瑕疵 我想社會上自由是非黑白 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對於年底的一個選舉 大家也自然會有公斷 而針對民進黨的記者會 國民黨基隆市黨部則是靜悄悄的 市黨部主委黃元亮在接受電話訪問時只表示 整個案情還沒有明朗 市黨部的態度就是尊重司法勿忘勿重 記者吳俊松採訪報導